我都会给大家回这个信息 看现在霞光已经开始出来了准备啊 去拉萨的话大概十天吧 他是我的管理员 王英墨是我们的管理员啊 然后咱们管理员 有五六个 天黑路火啊 我看霞光已经开始出来了 啊霞光已经开始出来了啊 大家早上好 呃然后呢 呃也帮主播点点赞好不好 斩斩人气 然后主播带你们看看美景 呃你们呢也帮主播点点赞 先点到五万好不好 当当当当当当 锻炼锻炼咱们的小心脏 呃里面可以看到啊 对的这是广场 呃进入水回手梦医院谢谢 呃现在的温度不冷吧 啊现在逐渐天气已经开始转暖了 啊冰冰 呃天黑路滑啊催哥慢爬 好了好了好了啊 回到婴儿最初的本心的时候啊 啊再慢慢爬行 呃带我们进去看进去直播看呗 我也想啊实力不允许啊 啊海拔是3650今天不要门票啊 呃现在是零下三度啊 现在是零下的三度呃中午的时候 像昨天的话能达到零上的15度 但是今天的话最高温度也就是零上的8度左右 早上好早上好 小巴的 呃呃吃人了家 小巴的 他前呐 对拉萨的海拔高度是3650早上好 呃这是布达拉宫广场 呃对面是药王山观景台 呃我去了青海陶渊能去拉萨吗 拉萨海拔高度3650 他有时候呢不光是看海拔高度同时跟气压跟空气中的海氧量啊综合起来才能决定他而且根据体质啊才有没有光源反应 所以他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数据这个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谁会发生谁不会发生呃这个情况不好不好这样判断啊他根据就是有时候你光看海拔高度也不行 他去有的地方加低嗯然后空气中的海氧量呃优格乡城市南提起谢谢大家呃对的 这里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呃后期的家人呐也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呃咱这个直播间呐就是每天对大家了解了解西藏呃了解了解布达拉宫 咱们也不是更专专业的去探讨历史的直播间呃就是从旅游的角度给大家了解了解西藏呃呃对昨天下了一点小雪大家我看从这个角度啊呃能不能看到远处的山是有点白色呃这些山已经白了头呃海拔早上好早上好风中的自由谢谢呃 海拔早上好风会非常的漂亮看太阳已经逐渐的开始升起呃美人鱼狮子座谢谢桃花开了没有啊桃花的话现在海拔低的地方因为西藏的海拔呃高的地方高低的地方低同样是林芝靠近摩托的波密已经一些花锅都开了啊 啊对解放纪念碑啊已经开了呃所以说他这个整个桃花开的季节大概要延续一个多月是吧啊所以有的地方已经开了高原反映最严重的是急性飞水种呃 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山上是不是有几个祖国万岁哇眼睛很好对的啊 啊上面写着祖国万岁几个字啊本来是红色的字下了雪之后呢也变成白色的字了早上好早上好彩玉 啊看第一旅霞光已经照到山头上能不能看到可以等下我们到妖王山观景台看布道拉宫的时候呃一个是霞光呃久在高所郎昨天我看了你的短视频啊也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棒就在高所郎 加油啊看来你也是在酒在高做直播的是吧明天晚上到我可以联系你们两个想象的没问题的李宇山 对高反一点都不可怕只要不感冒呃感冒的话会引发什么呢呃会引发感冒加上高原反应会引发肺水种 啊所以说一直很多导游说千万注意千万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内地的话感冒不怕的在西藏的感冒容易引发 你必发这些的肺水种啊所以说注意不要感冒衣服要多穿一些厚一些看霞光已经开始起来了啊 然后现在咱们慢慢走到妖王山观景台啊就这样太阳完全升旧啊 这广场上的和平哥大家能不能看到有多少和平哥后期的家人给主播点点关注好不好啊 然后主播每天带你们了解了解西藏啊 呃广场上这个广场这个和平哥这么多 呃山上有点下雪了所以今天的布特拉公家会非常的漂亮 站在那个妖王山观景台看的话那个白茫茫的雪山 加上今天的这个云层你们看看有多漂亮 呃所以说今天等下上妖王山看布特拉公肯定会非常漂亮 氧气大四处都是啊高原缺氧的地方有是呃有有这种市场 呃有需求的地方就会产生市场 所以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西藏不会卖氧气的呃有高原反应的地方一定有氧气袋卖对吧 市场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呃中学会画今天的这个云海啊 哇你们看一看今天肯定会非常漂亮呃最漂亮的这个云海不是在这儿想露屏的话 等一下我上到那个妖王山观景台5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从那个角度 所以那个角度看不到我是特别漂亮啊 所以稍等一下啊马上到了 呃在这想露屏的话也可以录一下啊我看我给你们录一下 呃想露屏的家人们准备注意啊哇 山上那个雪已经白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呃山上那个云层和这个雪 现在从屏幕上看已经看不清哪个是雪哪个是云了对吧 都是白妈妈一片 等一下就能分清 好想露屏的朋友 大家准备不会露屏的 我教你们今天多云不是阴天所以多云才是最漂亮的 呃谢谢九九啊 呃感谢远好 先不说这个谢谢了啊 KK早上好早上好 对今天云层哎薄薄的特别漂亮 霞光会出现 准备开始露屏我先不说话了啊 来不会露的右下角三个点点开就可以露屏 KK早上好早上好 呃高气压如果不是呃特别高通过药物能控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好在这咱们录个屏之后咱们进到药王山观景台从那个角度呃然后咱们看会非常漂亮 刘家二丫头 呃谢谢送出的粉丝灯牌 呃春小 这些的这些的 哎呀他亲呐谢谢 呃高血压呢最好就是说是通过药物如果能控制的话是没有问题 哇这个雪山上的白雪看到了没有 所以今天的布达拉宫肯定会非常的漂亮 好 看这个整个这个整个云海 哦阳光升太阳升起 现在是八点四十一分 啊八点四十一分 呃现在需要带雨伦服吗 要带雨伦服 呃我和女朋友说我爱你怎么说 我还真不会咱只不见有很多荡族朋友问他们啊 我爱你呢 什么呢什么什么什么啊 那个那个那个我到现在没学会 啊 门票现在是布达拉宫门票正常是八十呃是两百 但是一直到三月十五号都是免费的 呃 东游西藏的政策执行以后 呃 咱直播间的帐助朋友们教教他 他想跟他女朋友用藏语说 我爱你 那什么点秋的什么那个我我没太学会啊 好啊大家准备一下啊想露屏的 小巴子的 呃 呃 没路上平的 重新准备 开始露屏 飞机 沈阳过来飞机找大宝 哦 请开车吗 小巴子的 妈 早上好 喝吃吃 欢迎阿聪 呃 欢迎阿聪加入斐斯坦成员 小满腰早上好 又要辛苦你们哈 过两天我去青海找你玩哈 这么 风雨人声 早上好早上好 太阳已经开始着急的升起 所以霞光慢慢的开始 呃 起来了 呃 呃小江 小江 早上好 呃 未来的梦 好嘞咱们到妖望山观景台 然后今天拉撒下来点雪着嘛 呃 哇 哇 那个云海 今天的云 今天的云 今天的布达拉宫肯定会非常漂亮 呃 今天的桃花节 这么那个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火爆来形容 呃 今天把所有 呃 布达拉宫可能导致布达拉宫显得非常漂亮的因素 今天都有 呃 拉姆 早上好 早上好 小巴的雷 啊 现在那个临职的宾馆 八一的宾馆 现在好多的旅行车订都订不到了 呃 软软 啊 谢谢 对啊 今天这个阳光出来这个肯定会非常漂亮 呃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西藏拉萨 正在给你们直播的是西藏拉萨5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 啊 布达拉宫 呃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那我不去了 啊 这么咱自己想玩的话 既然咱都做旅游的还差那点 住和车吗 对吧 市区没有下雪在这山上下雪了 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的镜头能不能看到 对临职住宿的话现在 呃很大一万宾馆全部订满 大家现在 呃 找房现在开始都已经困难了 岁月经好所以前段时间我给大家直播 呃现在回过头大家再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我说在桃花开不桃花街开幕式的时候啊 尽量放弃 大家不要去超热闹 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是价格非常高 第二个 呃 对吧 订房什么都会出现困难 呃 我是前两天刚刚从临职回来 咱直播间的老家人们都知道 呃 然后到各个宾馆 跟一些宾馆的老板们去聊 呃 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临职的桃花节现在已经 哎 今天的临职桃花节啊 可以说应该是非常火爆的一年 呃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 然后这是药王山观景台 然后咱们将上到这个上面 从这个上面看到霞光满天哇 看到没有霞光已经开了起来了 啊 我去了一次晚上睡车上 哈 胡笑是吧 桃花节的时候 对的 所以说有时候 哎 是这样的 啊 桃花节倒也并不是被直播带火爆了 也不是这样 啊 我家的房倒好说 啊 如果大家我家的房 大家如果提前订的话 啊 都争取给大家留下 我是说整体的整个临职的一个住宿状况 目前是这样的 对咱们围绕着布德拉宫 已经转了一圈了 咱们从这开始过去的 然后围绕布德拉宫按随时针方向转了一圈 然后现在呢上到妖王山观景台 哦山上的雪今天看着真的很漂亮 啊山上全是积雪 哦 嗯 嗯 布德拉宫是建在一个山上 这个山呢叫马不日山也叫红山 啊 他对面的这个山原来是连到一起的 啊 这个山叫药王山 咱们内地的有 中医的说法 西藏有藏仪的说法 呃藏仪的祖师爷宇托云当公布 就在这里创立了西藏的第一座藏仪学啊 因此这个山得名叫药王山 原来呀 这两个山是连到一起的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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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京主水 哎呀 是啊走快了 老藏壕他也出现气喘呢 啊 刚来西藏的时候呢 人家都叫藏飘 十多年之后人家就管我叫藏壕了 啊 在西藏熬着 但是这个藏壕爬个楼梯他也气喘 你说你们来了能不起喘吗 啊所以说这是比较正常 哈哈哈 嗯习惯了就好了 是这样的啊 好咱们再上一层楼 呃昨晚 呃喽不 呃山上好像下雪了 你看山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咱们再上一个一层楼 我的天哪 远处的雪山更漂亮 大家想看吗想看吗想看吗 啊你不想看我也给你看 对更上一层楼 看看远处这个雪山 我的天哪 远处的这个白色的雪山大家能看到吗 不是云层 是白白的雪山 雪下的很厚 可以录一下片子一下 完了以后第一缕霞光已经开始这样了 谢谢真吗 呃 雅阁 呃有熊人没熊车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欺负你啊 但真有这样说法 有熊人没有熊车 哦能看到吗山上 就是我说开雅阁呀 他们1.0排量的都能开过来 雅阁不止1.0排量吧 我不知道是雅阁 封天雅阁是吧 它是一点几1.4排量吧 是多大排量1.7排量 没有问题的 能看到是吧 能看到是吧 你看看那个山上的那个雪 厚的地方有多厚啊 大家看一下那个雪下的白茫茫的一片 我怕从这个角度看可能能看得更清楚 这个雪 云层慢慢露出去 云层露出去之后 最好是坐本天雅阁啊 丰天雅阁去了 那个 最好是坐飞机 呃 我个人建议是 2.4 2.0的都有是吧 对呀那么大个排量 1.0的人家都能开过来 对拉真 呃 这里是西藏拉萨 呃布达拉宫 呃正在直播着 近藏 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不需要核酸检测报告 理论上说是需要7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但是现在现在很多人没有的情况下 进来也没有怎么怎么样 呃 坐飞机会醉痒吗啊 坐飞机醉痒我到这到西藏来醉痒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 呃不知道废货量咱有多强大 呵呵呵正常的话不会 对保鲜的感觉又来了 好这是布达拉宫 5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啊 呃就是从这儿啊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呃整个拉萨的海拔高度是3650 布达拉宫的高度是118米啊是这样的啊 呃主要会错过美丽的风景 所以我不是特别鼓励大家自驾来西藏 呃人者见人智者兼智吧 因为我觉得穿尽清出穿上线上啊 呃燃乌湖之前没有太大美丽的风景 而且人花的钱也多 呃他的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 与其这样的话呢你们还不如说是这个 呃到拉萨以后找当地的师傅啊 啊然后在拉萨包个车啊 呃你们一个是安全系数会更好 呃花的钱也不多 将对于而言啊 比自驾要省一些节约的费用 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花在一些玩上 对吧 我觉得这样会会不会更好 周围水山我们生活的时期感觉就是冰箱的保鲜 保鲜区非常舒服啊 拉萨已经保鲜了啊 昨天晚上保鲜了对 看保鲜膜上还有霜呢 哈哈哈 啊 准备这个形容我觉得很套位哈 保鲜啊 拉萨有保鲜了 西藏无人机进飞吗 不是某些区域像布特拉宫广场啊 这个进飞并不是整个西藏都进飞 呃包车的话这里面这个就私下里聊吧 啊它涉及到价格 根据这个车型不同啊 啊去哪天数不一样啊 它有区别的啊 啊然后这个不是啊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 就跟你们说说说说清的啊 啊 啊杨州猪哥 啊杨州猪哥 陈娟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我看小宝了 好嘞这吗 啊 好多人 啊 啊 今天不光是好多人 啊 看霞光已经这个出来的吧 好多人 啊 啊 啊 然后回去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啊 啊 主播露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啊 啊 因为是户外主播嘛 啊 户外主播所以说啊 这主播也不是卖脸的主播就是所以一张老脸也很少露啊 啊 扎西德勒哎 莫里就是带他带大家呢看看美景啊 啊 然后大家帮主播点点赞咱们展展人气好不好 啊 第一次进到老翠直播间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拉公需不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啊 如果说第一次进到直播间的人多呢 啊 然后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嗯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对吧 四千年写到我脸上 你大家想象一下 这是一张什么样沧桑的脸啊 啊 你就能感受到了啊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容易啊 但是老翠活了才几十年啊 就能把四千年的历史写到我脸上 啊 自驾到拉萨需要办边防证吗 穿进清除的整个过程中不需要任何边防证 啊 318穿上南线 来 第一次进到直播间的乔个666火看看有多少人 来 如果低啊 人多的话呢 我把这个主播主播去了 我把布达拉公呢 大概的笼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介绍一下是吧 行那布达拉公啊 啊 六岁的孩子我觉得没啥问题 啊 当然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啊 啊 那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然后大家呢负责点点赞 然后我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布达拉公 啊 我不知道大家想了解布达拉公的什么 布达拉公的海拔高度 拉萨海拔高度是3650 布达拉公的这个高度是118米 人说布达拉公的海拔高度是3650 加上1180 整个布达拉公的高度 呃 布达拉公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时候 大概最近有1300年的历史 但是1300年前的呃 布达拉公 呃 后来经历了这个雷火的这个呃 这个攻击之后啊 就是雷电啊 被被被被雷给击了 呃 基本上看不到原来的呃 布达拉公 呃 拉萨下雪啊 后见了家人看 啊 这个山上的白色雪 拉萨周边都下雪了看到了吗 坎改泽小伙你好你好 啊 你我也算共白头是吧 哈哈 这个挨雪焦了是吧 哈哈 对啊 已经下雪了 呃 然后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公啊 并不是1300年前的布达拉公 呃1300年前留下来的只有两个殿堂 一个叫法王洞 呃 一个叫这个圣观音殿 呃 然后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公是什么时候呢 距今只有360多年的历史 现在不冷 今天的温度是零上的零下的三度 啊 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越来越暖和了 啊 啊 布达拉公的门票呢 呃 正常价格是200 但是到3月15号之前 呃 已经是呃 都是 那个东游西藏的政策呀 布达拉公免费的 下下早上好热忱啊 啊 恭喜你答对了 这个叫药王山啊 药王山 咱们内地呢 呃 中医有中医的说法 西藏有藏医的说法 藏医的老祖师爷叫雨拓云丹公布 啊 就在这里创立了西藏的第一座藏医学院 所以这个山呢 被称作药王山 啊 药王山 啊 从这个角度看布达拉公啊 是角度是特别好的一个角度 好 那么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公啊 他是经历了三次比较重要的修建 第一次是这个第三十三代战王松山干布时期 第二个时期呢 是大概咱们内地的 也就是清朝孙治皇帝的时候 谢谢豆豆 清朝孙治皇帝的时候呢 啊 西藏出西藏是武士阿旺洛桑加措 有两个字在直播间不方便说 大家都懂得啊 他先主持修建了布达拉公的白宫部分 啊 也就是大概中国的清朝孙治皇帝的时候 啊 后来这个 他去世元既之后 由他的摄政王 啊 在西藏呢 摄政王的话 啊 叫帝斯 这个职务叫帝斯 这个帝斯的名称叫桑杰加措 啊 从小呢 是跟着武士阿旺洛桑加措一起长大的 啊 然后他去世之后 由他的摄政王桑杰加措 主持修建了布达拉公的宏宫部分 啊 然后呢 才形成布达拉公这样的一个格局 啊 林芝德桃花 现在正等着你们来他就开 啊 你们不来他不开 啊 啊 薄密的话呢 现在已经花锅都已经开了啊 已经结了小小的一朵两朵桃花已经准备开了 啊 对的 昨天晚上呢 已经开始下雪了啊 昨天晚上下啊 下了一些雪啊 啊 所以今天的布达拉公是非常漂亮的 北明深宫啊 你觉得我老崔的直播间有意思吗 啊 你要觉得有意思呢 啊 就好好说话 啊 啊 你那是啥表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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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了半天我的讲解 你跟我说了一句谢谢吗 没有吧 我欠你啥吗 不欠吧 啊 要学会说话 互相彼此尊重啊 你很明白西藏的历史是吧 我希望彼此尊重好不好 啊 啊 啊 这个主播如果骂起来也不像话我跟你说 两个粉丝灯牌都没挂 啊 你这是我的 你们这是我衣食父母 真是 哎呀 现在人 不是不理的 就是让他最起码 希望他懂得这个道理是吧 啊 啊 主播要文明点 啊 完了以后我文明 然后一些人不文明好收拾我是吧 该对的对 主播 主播也不是什么一个 什么什么君子啊 啊 这个主播就是一个这样的主播 想听又听 不想听出去 很简单 出门又拐 啊 啊 你管外面有空不没空你自己看了去啊 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啊 七早贪黑的给你们直播啊 啊也没说干嘛 啊 行那不好意思了北冰神功啊 道歉了就道歉了就过去了啊 但是不要走那样 嗯 好嘞 这个事儿翻过一页 啊 西藏有一些 啊 这个抖音上啊 有一些涉及到 啊 宗教啊 政治啊 有一些 啊 是不能不能乱讲的 啊 这个很容易 这个我的直播直播间里面算讲的是比较多的那种 啊 啊 没有没有啊 只是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啊 误解 啊 呃 刚才我讲的哪儿了不得拉光啊 啊 咱们讲不得拉我讲的哪儿了 我看看啊 啊 刚才讲的哪儿了啊 对啊 然后整个不得拉公 啊 整个不得拉公 大家可能很想知道不得拉公的灵魂所在是什么 对吧 不得拉公里面有多少黄金啊 不得拉公具一些专家不完全的统计 啊 不完全的统计的话呢 不得拉公有30吨的黄金 啊 啊 整个不得拉公有30吨的黄金 啊 里面主要是以佛堂 灵塔 啊 灵塔的话是什么呢 一些高僧大德 然后元祭去世之后 啊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灵塔的形式 塔的形状是很像 但是它是灵塔 灵塔的形式呢 将将它的真身 啊 供奉在里面 在咱们内地这种说法呢 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真身舍利啊 真身舍利 然后供奉起来 不得拉公里面主要是这样 然后里面啊 整个不得拉公啊 他是以前集宫殿啊 寺庙 监狱 手工作坊 呃 集当时的政府 当时呢 叫嘎下政府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啊 呃 由于距离比较远能不能看清 这个我手掌脱起来的这一部黄色的这一部分 当时是嘎下政府 武士阿王龙丧家座在哲邦寺修建立了 呃 就是格鲁派皇教的第一个政权 叫干丹破仗政权啊 所以这个不得拉公啊 他是集这样集于一体的 那么不得拉是普陀嘉义的意思 也就是观音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啊 观音菩萨所居住的地方 呃 这个不得拉公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这样佛塔啊 呃 然后这个就是灵塔佛像主要以这些为主啊 最高层的部分 呃 然后不得拉公的灵魂所在是什么 呃 不得拉公的灵魂所在呢 是一尊像 这尊像叫做鲁格消热 呃 咱们翻译成汉语的话呢 呃 也叫圣观音像 呃 圣观音像 呃 这有一个典故 他据说呢是天然形成的一堆像 当时第33代藏王松山干部 呃 迎娶了唐朝的文臣公主 迎娶了尼贝尔的痴宗公主 然后这个佛教呢 在西学域高原呢 逐渐的开始得到 呃 一个基土的奠基 呃 逐渐的开始有这个 呃 活跃的这这些迹象啊 有这些迹象 呃 当时第33代藏王松山干部呢 就想找自己的本尊像 呃 于是在尼贝尔和印度的边界呀 他私自寻找 终于寻找到一尊 巨大的檀香树 呃 然后呢 他就准备把这个檀香树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呢 做成自己的本尊像 据说这个时候这个树突然就裂开了 裂开之后呢 说呃 你不用砍了 我自己走出来 啊 树一裂开 里面走出了一尊天然形成的 呃 天然形成的圣观音像 啊 圣观音像 呃 然后呢 松赞干部就把这尊像迎请到了布德拉公 这尊像同时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布德拉公啊 他也不是说没经历过战火 拉萨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战火 一直跟蒙古的军队 当时这个藏族的文化和蒙古的文化呢 他的交融是极其深厚的 呃 就好像三世所难加错 把藏传佛教传到了蒙古 使蒙古人放弃了散满教 改谢了藏传佛教 对吧 所以这种文化 他的交融啊 他是非常深的 当时候来蒙古的这个军队 呃 驻杀在这个顾史函呢 呃 以及很多拉藏函呢 很多都驻杀过在西藏啊 蒙古的这个可汗 就是王啊 当时蒙古的王 呃 然后后来洗劫布德拉公 这种事情呢 也发生过很多次很多次 但是无论发生过多少次 这尊像 呃 被掠夺走 然后最后又神奇般的回到布德拉公 什么破浪不堪 若晨 啊 我说什么破浪不堪了 你在说我们若晨 我没说什么破浪不堪呢 啊 行啊 先不说先啊 先不回答你们这些问题啊 啊 当然这个每个民族都有一些传说的故事 啊 啊 有人评论说的是吧 我问你说我没说这个 啊 然后 呃 说布德拉公破浪不破浪不堪呢 人老了不值钱 呃 所有的物件老子叫古董 那里面包含着这个文物的价值 艺术的价值 东西是老了才值钱 你知道吧 哈哈 这 啊 想开玩笑的话 这个是啊 呃 刚才讲到哪 让你们一下打扰我的这个思路思路了 呃 想露屏啊 想露吧 来 大家给点点赞三千点到时候好不好 啊 想露屏的 啊 想露屏的啊 啊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啊 啊 尽我所能知道多少讲多少吧 如果讲错了的话 呃 大家提醒一下我 我再改进就行了 好不好 啊 但是大体上呢 好 想露屏的准备 然后等一下再继续给你们讲 月压小龙姐姐啊 指一路初见一路欢歌 啊 感谢大家 哎好嘞 没毛病 啊好嘞 啊 那么录个屏 啊 刚才讲到哪了 大家想了解不得拉公什么呢 啊 不得拉公整个是一上二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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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 谢谢啊 啊大家想看这个不得拉公 啊 啊 没去过不得拉公 所以认为是普拉布卡 实际不得拉公很漂亮 啊 康巴 里拉萨也多远 康巴是指一个地区 啊 不是指某一个地方 啊 藏族呢 啊 他分为康巴藏族 安多藏族 嘉隆藏族 白马藏族 康巴 所以很多说的时候 甚至康区 比如巴汤礼塘啊 哪一个片区都叫 所以说 不能说距离有多远 哈哈 拉萨有高楼大厦 啊 有高楼大厦 但是呢 在这个布达拉公 以及大昭寺周围 是不允许修建 比布达拉公更高的建筑 呃 更高的建筑在哪里呢 呃 请随我的镜头看啊 看你也看不着 因为在这个山的后面 呃 在那个哪里啊 柳五星区啊 开发区啊 这些地方 他是有高楼大厦 但是在布达拉公附近 他是不允许建高楼大厦 理解了吧 所以拉萨不是没有高楼大厦 而是布达拉公大昭寺附近 没有高楼大厦 嗯 是这样的 啊 感谢大家啊 呃 那么布达拉公讲到哪里了 刚才 啊 大家知道什么叫高原缺氧了吧 在内地说脑子缺氧是骂人话 在西藏说脑子缺氧真不骂人 啊 真的就是刚才说过什么 然后脑子缺氧就真的就想不起来 这种情况经常会有发生 啊 有时刚刚把一个东西放到哪里 哎 然后我就四处找那个东西 啊 所以说 在西藏啊 能记住布达拉公这么多内容的也不容易啊 哈哈 哈哈 啊 啊 这个云海看看太阳已经开始升起了 啊 实时紧扣 啊 有时间你去看看啊 啊 不过很行为 战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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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缺氧啊 所以刚才讲到什么我就忘了吗 怎么会不缺氧呢 主播的脑子 就是内存也就那么大 啊 啊 二五六的啊 啊 啊 内存总共那么大 啊 啊 哈哈哈 下来写之后 你看很多游客还是游客的数量还是比较多 啊 看到了吧 都是这都是来旅游啊 然后很多退休的啊 啊 叔叔阿姨妈这段时间价格又比较低来旅游的话啊 所以这段时间来旅游的还是比较多啊 啊 就现在开始多下来 会越来越多 啊 林芝桃花节的高峰值也会越来越多 啊 没高反呢 看他们哪有高反呢 啊 叔叔你们有多大年纪啊 我们六十多了 六十多没有高法 有 孩子有 但是看你们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 这 流鼻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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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鼻血过来了 是吧 啊 但是现在整体状态还是挺好 没啥问题吧 太大了 人都蔫了 那是因为没喝酒的事吧 哈哈哈哈 玩得一块 哈哈 好了好了 哈哈 空气干燥 空气干燥 然后毛细心搞破裂 哈哈哈哈 就是啊 我说整二男就好了 整二男二过头就好了 哈哈哈哈 啊 你们理解主播了吧 啊 进到了一个不正经的主播啊 这样的一个直播间 哈哈 啊 这个主播跟谁说话都不正经 哈哈 习惯了就好了啊 哈哈 对多喝点水 多喝点水 呃 要整青柯酒有道理 而且还高度一点的啊 啊 你可以整老村长 我整二过头 而且还牛拉山的 哈哈 啊 啊 西藏的气候特征就是这样的 空气干燥 早晚温差大 啊 然后紫外线墙 所以以前 现在咱们这个 吴孟达老先生走了哈 咱们以前经常说呀 到西藏呢 来之前像吴彦祖回去变成吴孟达 啊 不再喝一点对不起西藏的阳光 哈哈哈哈 呃 这边饭店为什么不能喝酒啊 啊 肯定能喝呀 西藏既然有余物 对的 非常不容易 啊 所以今天 嗯 茅台太贵了 主播喝不起啊 啊 主播就能喝一点经济实惠的二锅头 啊 孔哥啊 谢谢你的喜欢 我也老喜欢你了 哈哈哈哈 呃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 呃 后期的家人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 嘎嘎 安琪儿 谢谢 朱苏的话这段时间很便宜 啊很便宜 不用说贵 今天很便宜 我今天早上整了二两老烧礼航是吧 啊 配了花生没有 今天的天气实际上应该是早上的时候非常好 啊 如果云层再稍微少一点就更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完全晴天的话 呃 你看不到霞光 而且后拉萨很少下雪 你现在看看这个周围的雪 啊 他非常漂亮对吧 山上已经下雪了 呃 高原反应的什么人容易高原反应呢 肺活量跟你耗氧量 他俩不成比例的时候容易高反 啊 所以这个你的这个比例呢 没有是目前来说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吧 啊 所以说这个不太好判断 呃 往往有说一些呃 运动员身体素质好的人更容易高反 平时运动量少肺活量也不高的人 啊 就是经常练习归西大法的人啊 反倒是高原反应不容易发生 啊 啊 啊 大家听说过有一种法门叫归西大法吗 啊 练习归西大法的人啊 啊 高原反应啊 啊 他比较少 啊 你给我找着精 啊 归西大法是认真的吗 青山木雪 哈哈 青山木雪 15号前哪些门票 没听过是吧 啊 啊 归西大法 归西公 啊 武侠小说里这是一个玩笑话啊 就是一动不动 啊 你练过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对 归西大法的话呢 呃 七月是吧 啊 啊 啊 龟派西公 好的 呃 咱们下到二楼看一看啊 呃 这个楼上人太多了 我一讲解的话 这个 好多人看着我啊 啊 我一张充满四千年历史的脸都开始红了 还是下到楼下没人的地方给大家讲 啊 啊 今天多云啊 今天多云 啊 接着讲布达拉公啊 好嘞 只要想听的话 反直播间人也越来越少 我知道我一讲故事呃 直播间会人更更少啊 啊 给大家讲一下啊 内地咱们很多的这个什么呀 啊 历史书上介绍的西藏历史比较少 简单的西藏的一个历史脉络啊 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给大家新进来的家人啊 好久不见 甚至想念啊 啊 然后呢就讲一讲这个西藏的历史 大家给我点到10万 8.6万 点赞点到10万 啊 然后我给讲讲这个梳理一下西藏的历史啊 在很早很早西藏的历史以前呢 啊 就说 嗯 西藏的历史啊 在历史书上大部分呢 是以吐蕃帝国 啊 为一个中心 吐蕃帝国为一个中心 然后书写西藏历史的时候呢 吐蕃帝国就是哪个呢 就是当年迎娶文成公主的第33代藏王 松赞干部 这个时期 当时 啊 叫亚龙西部部落 后来清朝的时候呢 叫图伯特 所以到现在为止 西藏这个词在英语单词里面 是怎么拼的 TIBT TIBT 实际上就是图伯特的音译 那么这个吐蕃历史 在整个西藏的历史中 占着浓重厚彩的一笔 呃 那么更早的历史 并不是拉萨啊 也并不是 啊 图伯特呀 吐蕃帝国 更早的历史 叫古象雄文明啊 发源于西藏的阿里地区 所以很多人认为西藏的文明 拉萨是他的首府 就应该是从拉萨开始的啊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 那么更最早的历史 西藏是在西藏啊 位于西藏的阿里地区的古象雄文明 那么象雄文明在咱们内地的历史书上 呃可能很少记载 但是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阳同 哎 在咱们内地书上叫阳同 呃 实际上在西藏叫象雄文明啊 那么这个文明逐渐的衰落 然后其他的文明逐渐的兴盛起来 后来兴盛起来这个文明 第二个西藏文明的起源地 是位于西藏的山南地区 这个时候才是吐蕃的文明 那么阿里的这个文明啊 呃 最像古象雄文明最早的时候 他可以说非常强盛的一个 非常先进的一个文明 在阿里地区 有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后来阿里的象雄文明逐渐的衰落 另外一个部落逐渐的兴起 当时只能称为一个部落 不能称之为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部落是什么呢 叫做苏比啊 康巴兄弟连啊 您是搞穿葬自驾的那个康巴兄弟连是吧 啊 啊 谢谢谢谢您的点赞啊 呃 然后的话 这个 后来这个另外一个部落 开始兴盛起来 升庭 早上好早上好 呃 这个苏比 后来苏比 任何一个呃 政权也好 任何一个生命也好 他有兴盛的一天 他必然有衰落的一天 呃 这个是生命的周期 无非长短的问题 所以这个苏比这个部落和古象群的文明 逐渐的开始没落下去 另外一个部落开始兴盛起来 这个部落就是后来统一整个西藏青藏高原的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叫什么呢 叫做亚龙西野补部落 崛起于西藏山南的亚龙河谷啊 所以最初这个部落叫亚龙西野补部落 就是后来建立了强大帝国的吐蕃帝国啊 呃 呃 这个象熊统一了整个西藏的高原 然后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行 统一的法律 然后由他的著名前七大贤臣之一的吞米三不渣 创立了藏族现在的现在使用的文字啊 吞米三不渣创立文字 所以说西藏的藏族文字 除了古象熊文现在使用的藏文 呃 他是距今已经有1300年历史了 咱们的汉语呃 呃 从他的某些呃 解释上来说的话 他是要记这个拼音 然后记住这个拼音拼完字之后呢 记住这个字 要死记应背 古象熊 古这个呃 甲骨文呃 呃 传书历书啊 都是死记应背背下来 对吧 所以这个呢也被称之一种二级文字 他有一定的难度 必须要记下来 而这个藏文他跟英文一样 他是属于拼英文字 一呃生母韵母 一拼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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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拼 这个字呃 就直接拼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一千三百年以来 这个藏族文字的这个拼音的拼法 呃 使他们这个藏族的文化呢 能更好的 呃 得以传承 你像我们的话 现在很多年轻人 对古这个甲骨文 不用说甲骨文 传书历书啊 那是天方夜谭 就是这个繁体字 很多 呃 很多年轻孩子 繁体字现在都不认识 但是这个藏文不是 藏文他是拼英文字 所以说一千多年前的文字 现在拿过来之后仍然能拼 但是用词或许有所不同 所以他可能出现了啊 理解上的差异 你比如说像有很多外来博来词 对吧 现在藏族 这个在西藏这边 管杯子叫什么呢 格拉斯 啊 格拉斯 就是他实际上是英语格拉斯的 那个音译 对吧 啊 很多这种外来的词会比较多 那么如果过很多呢 很多人忧郁 在呃 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那么可能这种外来词 大家听下去比较吃力 还是这样的 所以藏族的总体传统的文化 他保持的非常好 跟他的这个文字 也有直接的关系 啊 布达拉宫里面是不让直播的啊 啊 所以说当时第三天的藏王松山干部呢 呃 迎娶的这个尼泵尔的赤子公主和文臣公主 以及 尼泵尔的赤子公主带来了佛祖 释迦牟尼八岁的不动金刚像 呃 唐朝的大唐的文臣公主带来了佛祖 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那么对这个原来藏族西方的本教 冲击是非常大的 呃 然后呢佛教逐渐的开始兴盛起来 那么这个僧侣集团达到一个 这个顶峰值的时候是达到什么时候呢 逐渐逐渐的开始 呃佛教在西藏 呃扎根 呃生根发芽 一直到总共藏王是传了四十四位 啊也有的书上说呢是四十二位 他的算法不太一样 咱们就不太计较这个了啊 不太这个算法的算法上啊 啊四十二位也好 四十四位也好 当时传到地这个赤松德赞这个藏王的时候呢 呃 达将这个西藏的历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 呃当时的这个军队也非常强盛 当时他制定了一个这样的条例 每三户人家啊 每三户人家的话呢 必须供养一位僧人啊 他特别推崇这个佛教赤松德赞时期 后来他去世之后呢 呃另外一位藏王叫赤热巴金 赤热巴金将藏传佛教啊 推广到了更高的一个一个地步 就叫每七户人家必须要供养一位 呃这个僧人 而且呢如果说对僧人斜了眼睛看的话 把眼睛挖掉 如果说呃对僧人口吐不敬言 就把舌头割掉 呃所以说对这个呃 僧侣集团对佛教的推崇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 这个时候叫赤热巴金 那么随着僧侣集团 逐渐的呃财政大权在握 呃很多的供养的钱呃 沦落到他们手里之后 逐渐的呃这个这个集团啊 他会越来越壮大对吧 呃呃内成对的呃我已经开播了好长时间了 现在都准备下播了呃所以说很了后来呢 呃在整个西藏的历史啊如果以佛教就单单西藏传佛教来说的话 思习公子早上好早上好啊像一个时间轴一样一根线的话 那么中间曾经他被砍断过呃所以这个佛教在西藏时间轴上被砍断过这个意思啊 不要误会其他的砍断呃那么前面的一段叫前红期后面的一段叫后红期 呃中间的这一段是本教占据上风的时期 所以这个佛教分为前红期跟后红期这样的两部分 那么前红期跟后红期中间的这一部分是如何断掉的 当时有一位藏王这个藏王叫朗达玛 实际上朗达玛并不是这个藏王的名字 他只是一个外号说这个人破坏佛教像一个牛魔王啊 牛魔王将士是对他的扁称 所以达玛是牛的意思啊朗达玛就是一个牛魔王这个人才坏了 那么当时现在回顾很多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朗达玛为什么要灭佛啊就是有一种说法不同的声音历史上有不同的声音啊 有一种声音是什么声音呢 就是说僧侣集团占据了大量的资金和钱财财富之后 朗达玛这个执政没有更多的财富应该怎么办 于是对僧侣集团啊下了手嗯所以出现了朗达玛灭佛的这段历史 好那么这个是大概心脏的一个历史啊一个脉络啊没有啊不是不理谁啊 然后呢这个高原缺氧啊呃内臣呃爱草希望理解一下啊高原缺氧如果一回答你们的话呢这个主播的脑子就跟不上啊 啊六上五八好了那就不讲了现在开始回答你们的话了啊 仓都也是康巴啊对的啊 啊 啊 我刚刚从那里路过看到你直播但是我不知道是你那钱啊哈 啊 现在收费了吗没有到3月15号之前都是免费的 啊 这要看着真不咋地 呃有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呢呃有的人看着呃长得很漂亮啊 农庄艳门也很有气质 但是一跟他聊天这个人就没有内涵啊有的人呢呃看到不咋地越聊越想聊啊 你想看的是哪一种人啊不得拉公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呃主播该会饭吃了我觉得也是 呃我不是本地人啊 呃但是西藏的历史呢呃刚才这个脉络呃是没有错的就是以前西藏有三个比较呃大的部落 以前小的部落呢光阿里古象熊的就有十八王的说法有很多很多小的咱就不说了啊 大体的部落有三个呃然后后来这个灭掉了苏比灭掉了象熊对吧 然后吐蕃帝国啊然后统一了整个青山高原统一了都两行统一了这个法律啊 然后建立了西藏的藏族文字一千三百年前啊所以这个后来这个苏比杨童被灭掉后啊 亚龙西博部落崛起后来这个藏王总共是四十四位藏王对吧传到朗达玛之后出现了灭佛 哎这是整个西藏历史的一个脉络 好吧 啊 啊 此次有点伤 好嘞 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们都看到了私有长男要死 啊 啊 啊 今天龟西大法哈哈哈哈哈哈 主播回家要亮龟西大法吃饭去了 啊 啊 安多其美 感谢大家 那 好的 该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啊 啊 烟雨相惜 你好棒哦 呵呵呵呵 啊 出了点被我吃上去的 那明天早上出来要亮 好了啊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吧 啊 不达拉公的灵魂所在 大家知不知道啊 是哪尊相 龟西大法外岁 啊 每天早上八点多 八点钟左右吧 啊 不达拉公的灵魂今天所在是什么 然后今天藏语是什么 啊 今天咱们学的藏语藏语是什么 谢谢 谢谢 啊 啊 宝贝 早上好 谢谢 啊 啊呀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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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